再說回,經過這20年的互聯網經濟發展 中國真的很強大 不過需要警惕一件事 資本的發展開始不受控制 因此各策需要改變 最近全城熱華 我們很熟悉的女神偶像 還珠格格成名的趙薇 最近他的作品全部都要落架 甚至他也搜索不到他 即是用他的名字打上去也搜索不到他的所謂的紀錄 這些的功績 去看不知道什麼事 大家猜測 猜測到如果要說 一個小時也說不完 不過簡單來說 只要未出現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 他從一個偶像和一個明星很成功的演員 慢慢走上去資本之路 資本之路也不重要 你的資本背後 由於中國已經發展得很成熟 資本家開始成形 在這個背景之下 一個明星走到資本世界裡 可能涉及到很多麻煩的事情 怎樣解釋呢? 千言萬語 講個故事大家知道 不是故事 整個劇集如果大家有印象 講一下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那時候起雅士 哇 相當之好看 尚昆有看過嗎? 中正王朝 有看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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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整個四十四集的劇集都是講 中國的帝王術 帝王術 是清朝的 我所講的故事 是講雍正的 也不是講雍正王朝的劇集 大家的故事還沒聽過 我也是上網搜尋到 有人講這個故事 竟然在一年前 連結到今天所發生的 叫做整頓娛樂圈這個運動 真的很厲害 國內的人的煙勢很厲害 話說雍正王帝很接近朝政 有一次難得有閒心 於是請了一班 做這個戲劇 我想當時是否叫戲劇 就是演藝人士 用現代的演藝人士 他做了一部劇 叫做鄭丹打子 鄭丹是什麼人呢? 就是唐朝的常州刺史 鄭丹為何打子我就打不到了 不過他們做完這部劇之後 雍正很高興 這個演員 就是其中一名演員 演鄭丹相當之成功 相當之入戲 他覺得真是拍攔手掌 之餘破格 請這班演員 請整個劇團 來喝杯酒 大家聊聊天 出事 被家長為演得好戲 即是扮鄭丹 但這位演員 不知道他是不是喝大了 還是不知道他有什麼突然間 心血來潮 忘記了自己的身份 他不知道打趣 還是故意 他問雍正皇帝 現在那個常州刺史是誰 因為都很自然 聊天 你演的劇就是 韓朝那個刺史 常州刺史 問一下 雍正皇帝現在誰做常州刺史 結果是什麼 雍正不僅反抬 立刻把這個演員 拉出去 仗刑 打死為止 看完這個故事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些真的很帝皇術 原來雍正 衝口而出 你是不是想叫做 棄子亂正 原來是有歷史根據 在這個後堂有一位叫做 唐莊忠 他曾經很沉迷這個 戲劇 我想是做大戲那些 這位的唐莊忠 我都不認識他 他呢 竟然間就是 哪裏呢 就是把這些 演藝家人士 用我現代的口感 跟你說 現代 所以這個演藝家人士 變成他的寵臣不得已 還讓他們乾淨 後面那個網民 怎麼評分我 不過我 大家會跟我說 你怎麼可以將 雍正皇朝這些 以前的叫做 清朝的帝皇術 連結到現在的互聯網世界 你說什麼 我不是亂說 我不是亂說 我現在就有體會了 看回這麼多個的 關於趙薇的評論 無論他有什麼過往 什麼好 他是 慢慢從一個 慢慢是從一個演員 踏上成功之佬 去到商界 去到資本世界 而他背後呢 很多資本大佬 這就是 如果你詳細看 原來 互聯網世界 結合到影視圈 之前說過 所謂製造流量明星 甚至做平台 他們自己 你 已經是人士 加上這個資本家 他們做到很大力量 你曾經覺得很精彩 這個 吳勝演員 犯了這個 屠色罪 譬如 竟然間 有人在背後 發股說 我們有五千萬的粉絲 就不怕 你狡猾 五百萬 這些事情 如果 翁清王朝 是否要找棍 偶渡和花樓水為止 為什麼呢 你可以說 這個是帝王朝 但問題 就算放著 這個現代的政治 都要很清晰 就說 當一個勢力 主要是 比如 採團 或者有勢力的人 結合了 有 傳播影響力的 另外一份子 他們互相 將成一個網 的話 這個國家 的權力 就會轉移到 另外一班人的手上 他們未必出頭 我們搞東搞西 不過暗地裡 他可以 做輿論 其他的地方官員 或者是中央官員 都不敢 叫做挑戰他 得罪他 這個 正正就是 資本無罪擴張 籠電市場之外 另一個故事 所以 那時候那個網民在後面說 竟然將這個 雍正看電影 而這個 這個 這個 演員 這件事 歸結到 去年 他說 現在這個 娛樂圈 很多人都是 靠 口吃飯 沒什麼演藝 沒什麼才藝 是靠一些 控台 靠一些 資本操作 加上這個 流浪 就是流量的操作 這些 其實要警惕 把這件事 放進去 雍正 不是說雍正王朝 是說雍正身上 不過你要 我跟他說 如果說雍正王朝 都有故事介紹 如果大家看過 就會說到這個 百官行述 這個 原來當年的狗仔隊 集合所有的官員 一舉一行 這一個就是 另一個故事 這就是 涉及到 跟輿論 跟某些 既得利益集團 或者勢力 的增長過程有關 所以 國家現在 整件事 照明的事件 不是說 究竟他 是不是跟這個 浩漢 拜靖的神社 或者他以前 有一些 崇日的 現象 是不是有關 不是 整件事 跟資本有關 這好像中國 開始對發展到 相當之燦爛的 中國資本 開始作出 引導 開始作出 調整 如果你看美國的話 賽段 加上媒體 再加上他們的政客 或者地方的官員 他的力量 是 將整個國家 那個權力 慢慢移到自己手上 所以知道 中國共產黨 是死了幾千萬才得到政權 成立一個新中國 打到今天這個小康局面 政權 不可以 這個叫做 潛越 這個故事 希望香港人 大家要 認識一下 香港有很多 幾得利益集團 看完現在 國家出手做這些事情 他們會不會有 比較 就是 不是很好的感覺 我不相信香港 會好像走到內地的政策 我們不會將一些 流量的明星 或者一些叫做 財團製造 因為他們的手法 都未必熟練 好像 大陸一樣 不過 都是那條 那個理論 資本 加 資本 加 加 其他的力量 結合在一起 對一個政權 有影響 有威脅 的時候 人家就會出手 中正王朝 我們不要說清朝 這些事情 落後 這些什麼 我們不應該說 我們說民主自由 我們說選舉 麻煩你去台灣打 這個 高端疫苗 好吧 整個社會 整個社會 整個社會主義的中國 對於 資本無序擴張 和結合不同勢力 這個趨勢來說 他已經有了反應 我們近這半個月看到 或者近這一個月看到 對於不同的 科技 不同的行業等等 整件事 對於資本的一種的引導 和要防範於微然 整個各個角色 和以前的野蠻生長的 這個所謂資本主義 放任資本主義 或者一些叫言論甚至木 都放得很開 這件事要調整 不是關於言論自由的問題 而是關於整個政權的問題 再看看這個雍正 怎樣 將這個演員 責以這個重罪 大家希望 有所體會 我不想覺得太透 好了 到今天為止